这个人物很熟悉 这个人物很熟悉 这个就是ROBLOX 这个是NKLAND 是我创造的世界 眼前这个地方就是 一个城堡是我盖的 看到吗?刘备老师的那个 那个Logo 我用第一人称 来进入这个世界 OK 来这边一个很大的村子 因为要过年了 春节要到了 哦 Spiderman 哈啰 Spiderman 这边依据残害到底什么事发生呢? 不知道 走进去这个城堡里面的大厅 这个大厅呢 这边呢是我的学校 然后这个是我的Logo 好 所以 我就先上到这一楼上面了 这边呢发亮的 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了 好 这边 OK 来 我们来看一下 Jalaskan Marksok OK Jalaskan Marksok Nationalism 就是呢 我跳出来 OK 诶 等一下 好 站旁边 点 等一下 OK 哎呀 好像很难 好 不用紧 好 我用回去 OK 好 这边呢 哎呀有 很大的脸 好 我还是用回第一人称啊 OK 好 来 我们来看一看 等一下 等一下 OK 好 然后 然后 Maksud Nationalism Nationalism 就是民族主义的意思 好 这边有几个点 好 第一个块 原来是在北上清大大大 bangsa 啊到哪个呢 爱国 爱自民族 什么的呢 就是呢 就是呢 就是民族精神啊 BJ能拥有本家的力量 就是对抗 殖民者的那个精神 更加感对于 感到能够的 bold力或者总体 或者社会 从外人的控制当中 就是 独立出来 就是解放出来 本一直描发 各种的大量 就承认了每一个民族的权利 就是很想要打造一个民族国家 就是建立自己的民族身份 就是有一个一家人的感觉 这里都是Nationalism 这个可以记起来 我们继续看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跟Nationalism有关的 就是讲解如果马来西亚人 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 会有什么后果 这里有几个点可以学起来 就是国家和平受到威胁 民族之间不能团结 然后国家主权也是受到威胁 然后国家的形象也是 外面的 就是国家形象的受损 然后国家安全也是受到威胁 外国人也趁机会干涉马来西亚 以及国家的民生的受损 这边还有一个 马来苏丹王朝 马来苏丹王朝 马来苏丹王朝的一些民族主义的 民族国家特征 有六个就是要有 拉雅 有一个拉雅安 要有政府 要有一个朝廷 拉雅人民 格拉丹主权 威拉布喀鲁就是势力范围 温当温当就是法律 以及鞍蚀和鞍蚀 就是王器 就是象征君主的那些 那些器具鞍蚀 这三个就是 是网站 好 还有吗 还有 好 这边又有两个 OK 为什么 undang-undang tersebut diubahkan oleh Pemerintah Gesudan Melayu Melaka 为什么呢 Maujat王朝的统治者 要自定法律 第一个 menjadikan Gesudan Melayu Melaka sebagai kerajaan yang terkenal Memujurkan Memujurkan Bertapuran yang terdincu Memujurkan Memujurkan iersalamat KMM Memujurkan Memujurkan Kharmonian Kesudran izo 这个就是为什么 然后加苏丹王朝 然后 制定法律 这六个 最终一个点 最终一题 走过来一点 OK 好 看到吗 好 这个是K-8题 是HOTS的 通过是在第三题的 为什么一个国家呢 要有法律 法律的重要性 第一个就是 Lambang和阿国人格拉加安 政府的 一个 权威的象征 两个快乐 能够使用 能够用 能够使用 阿曼的 harmoni 第二个 法律 是 补乎历史的遗产 快乐 就是 运动的遗产 或者是 作为决定 整人性感 作为决定 好 第二个点 是 国家的和谐 所以要继续维护 今天我准备这5题罢了 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这个世界自己看下 自己抄一抄 这边有2题 外面有3题 现在我去玩了 去走走 那个声音是什么? 应该就是那个攻击的声音 这边可以看到整个城堡的这个 顶楼天台 好,这个是钢琴 好,不会弹听 好,什么声音在外面正吵 哦 是家伙是吗 好,这边呢,爬上去 好,这边有大炮 哦哦哦哦,掉下来了 好,游泳一下 好,游泳一下 好,这盒很清澈 好,这盒很清澈 好,前面有个火箭发射站 好,这边有个电脑炮车 好,坐上去玩先 好,这边有个电脑炮车 好,坐上去玩先 警察车 好,警察车 好,警察车的里面 好,警察车的里面 好,警察车呢 好,警察车呢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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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噢! 噢!噢!噢! 跳出来 噢!噢!噢! 噢!噢! 噢! 好 现在我 刚才一跳的 蹦跳 炫了 好 死掉了 OK啦 好 今天到这边为止啦 OK 好 这个呢 就是用ROBLOX來教 设�的一个实验性影片 ok有机会我们再来看一看 好其实这边还有一个火箭呢 可以坐上去玩了